你们重新出关局 我知道你是出关局 你又怎么样呢 出来做 什么事啊 我又不是安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看我的 我又不是安人 那个检查身份啊 你没有资格 叫警备区来检查 警备区啊 对 通知警备区来检查 你已经说警察没有这个资格 对 你警察肯定没这个资格嘛 骗子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看看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就知道 面对警方的抓捕 他依旧保持自己将军的威严 说自己手中有个大项目 只有中央才有资格查自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016年4月 重庆市公安局 接到一则令人震惊的报案 谭老板苦哈哈的 跑到公安局报警称 自己被骗了300万 谭老板原本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 火锅店生意不错 在重庆还开了几家连锁店 虽称不上什么大富豪 但是也算个小老板 而他报案的原因 是自己被自己店里的员工骗了 员工姓熊 我们就叫他熊大吧 人家都是老板坑员工 结果到了谭老板这里 却是被自己的员工骗得团团转 谭老板说 熊大是之前来火锅店应聘的员工 平时挺会做人 所以自己对他的印象还挺深的 但是一段时间后 熊大突然告诉他自己 要辞职了 他不清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 突然就辞职了 但是熊大也没有细说 只说自己家里有事 还以为熊大是遇到什么难处 但不好意思说 他也就没有多问 只是平时他会经常和熊大 一起吃饭喝酒 原本这也算是 老板关怀困难员工的温馨画面 但是突然有一天 熊大喝多了之后 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熊大说 自己有个在部队当大官的舅舅 谭老板听到这 还以为是他喝多了在吹牛 他并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 自己还跟着开玩笑说 那我还有个当皇帝的爷爷呢 熊大见谭老板明显不信 便坐直了身体 认认真真的盯着谭老板 开始给谭老板说 自己这个舅舅是部队的大将 还绘声绘色的讲起了 这个舅舅的励志成长故事 谭老板听得倒也挺有意思 之后 熊大还给谭老板学这个舅舅在部队的样子 学得非常形象 之后 他还凑到了谭老板耳边 告诉谭老板一个秘密 自己的舅舅 说是国家要做一个大项目 要建粮油基地 这个项目可了不得 别看建成前期投入多 但是后期回报 是想象不到的 这等于只要拿下这个项目 那这辈子都不用再努力了 说实话 要不是我知道现在部队里 没有大将这一说 我都要心动了 但是谭老板对部队支撑这一块 似乎并不了解 一听说这项目能赚大钱 他甚至都已经想好了 自己以后要怎么分配自己的百亿资产 不得不说 简直太上头了 谭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他举杯近熊大 让熊大看在自己这么照顾他的份上 有钱大家要一起赚 熊大也拍着熊脯保证 没问题 一顿饭吃下来 兵煮尽欢 就坐等万亿项目 开土动工 在家数钱了 然而 谭老板似乎忘了一句话 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果掉了 那肯定是陷阱 视频里的男人 可以说是年度最佳骗子了 他冒充将军 诈骗数千万 还创造出了一个90万亿的项目 甚至面对警方的逮捕 他还想和警方过过招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谭老板在得到熊大的承诺后 开开心心回家等馅饼砸向自己 熊大也很快就有了行动 他找到谭老板 告诉他 得出点钱打点一下关系 谭老板虽然没怎么接触过工程项目 但是找人办事 要打点 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熊大要多少 他也就给多少 扔进去上百万之后 熊大告诉谭老板 打点好了 之后按照正常流程走就行 谭老板一听 就觉得这事妥了 过了一段时间 熊大就告诉谭老板 他已经是项目合作人了 并且还拿出了厚厚一叠资料 谭老板拿过资料 看到上面还盖上了工章 这下彻底放心了 所以在熊大告诉他 等着开工的时候 他就耐着性子等了几个月 但是越等 谭老板就越觉得不对劲 他这几百万投进去了 但是这项目却迟迟不动工 自己怕不是被骗了吧 想到这儿 他连夜跑去报了警 因为这事还牵扯到了部队 所以警方非常谨慎 特意联系了军方求证 果然 根本就没有什么90万亿的项目 谭老板得知真相后 真是哭都没地方哭 很快 熊大被抓获了 本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诈骗案 却没想到 熊大居然也是个受害者 熊大告诉警方 自己在2012年的时候 认识了两位军官 唐主任和徐少将 几人吃饭闲聊的时候 唐主任和徐少将告诉他 手里有个大军方的项目 现在正在找合伙人 熊大本能地相信了 穿着军装的两人 再加上两人描述的红尾蓝图 简直不要太上头 于是熊大果断入伙了 但是要投入的资金非常多 熊大没那么多钱 就想到了谭老板 于是他就将这个事告诉了谭老板 并且将谭老板一起拉入火了 而且他从谭老板这儿拿的钱 也全都汇给了唐主任和徐少将 等他回过味来的时候 发现投进去的钱根本收不回来了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 熊大说 自己怕这两人真的是军方的 所以也一直没有告诉谭老板 警方查了熊大的资金流向后 确认熊大所言属实 于是根据熊大提供的线索 警方核实了徐少将和唐主任 果然也都是骗子 于是迅速将两人抓获 这两人交代 他们有几个人一起扮演军官 其中主谋就是开头视频中的那个男人 吴某给自己定的官职是大将 很明显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 而根据调查来看 受害人肯定不止熊大和谭老板两个人 果然 在警方的追查下 发现还有个姓B的老板 自己本身就是干工程的 后来在酒局上认识了徐和棠两个骗子 两人说手中有90万亿的军方项目 因为B老板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工程 但想到是军方的属于国家的项目 那指定错不了 所以B老板对于两个骗子所说的项目非常重视 还想方设法给两个骗子送钱 就希望自己能接下这个项目 要知道 按照两个骗子所说的 一平方就能挣二十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只要算下来 自己能净赚十几亿 这辈子都花不完 上了头的B老板 联请客吃饭 夹腮红包 往里面砸了几十万之后 终于签了一份假合同 但B老板不知道的是 这份假合同之后 还有更大的坑 等着他跳 男子冒充大将诈骗数千万 被捕时还稳如老狗 怒斥警方没资格查办他 根据被捕的唐主任 和徐少将的交代 受害人B老板 在和他们签订了假合同之后 他们为了能一次性诈骗更大的金额 还搞出了一个中国建设的软件程序 并声称 以后国家的项目都会收录在这个程序里 只有会员才有资格接触这里面的项目资源 结果B老板又豪爽的交了180万的会员费 当然 这时候有人开始质疑 这个项目的真实性 毕竟前期少说也几百万投进去了 结果现在项目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是每次这两人都只说一句话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不干啊 多的是人想挣这笔钱 果然这句话一怼出来 老板们都不说话了 毕竟他们就是冲着挣钱去的 不得不说 唐主任和徐少将 是把这些老板们的心理玩明白了 结果大家陆陆续续又交了180万的会员费 毕老板以为这回终于可以安心了吧 结果左等右等等不到任何消息 在问两个假军官的时候 人家就敷衍他两句话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还没等他报警 这两人就被熊大供了出来 给抓走了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又根据两个骗子交代的主谋吴大将的行踪 警方确认 吴大将在上海某家五星级酒店里 为了一举抓获这个吴大将 警方迅速赶往上海 来到酒店后 吴大将正身穿制服 见到民警要查他的身份时 他还怒斥 你警察哪有资格看我的身份 得紧被驱来 警方见这个骗子 属实是入戏太深了 便亮出了逮捕令 结果吴大将企图和警方过过招 去抢逮捕令 结果被按了回去 似乎是为了让他从自己吴大将的美梦中 起行过来 军方保卫局的人 当场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并戳穿了他的假身份 嚣张的吴大将瞬间变成了安蠢 老老实实等待民警的搜查 结果民警从他的住处 搜到了好几件仿制军装 这些军装做得非常逼真 尖章 袖章都有 还有假的军官证 以及假合同上的假公章 不是真正接触过军人的人 可能还真的被他们以假乱真 最后 这个诈骗团伙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事情虽然离谱 骗局也很明显 但是就是有人上当 这大概就是当局者迷吧 最后 也要提醒大家 时刻谨记 天上不会掉林妹妹 只会掉猪八戒 芥末摊小便宜 吃大亏